DSE 2020 ICT P1A MC第九题 这题只有39%校生答对 MISNA打算设计和整一张学生的成绩单 Data来自Database Database会抽出学生资料和课程分数 MISNA如果要做这件事 Action这个动作由Database抽出 整一个学生的成绩单 究竟他应该要做什么呢 这里有几个选择 Create Reports Create Hyperlinks Create SQL Create Pivot Table 这些宣课都给了要用什么软件去做这些动作 看上去软件的名称都像层层的 总是会用DataBase 或者用Spreadsheet 或者用Work Processor 但WDMC有个几好的原则 可以想一想去形容 所谓Begin with the End of Mind 看看最后我们想做些什么 最后我们想做个成绩单 这个都很明显是一个报告 就是Report 只有A来提及Report 即是我们以题目的context 它要达到最终的目的为基础 去选ABCD哪个是正确答案 因为没有这个System Result Sleep 就算DataBase抽些什么都不重要 最后你达不到做Report的目标 所以答案就是A 这样简单 可能不是 你说我还需要抽些DataBase 我要写一些Secret command 我要选C 好像都挺适合 但留意题目都比达到 它要用什么软件去做 这个说用Spreadsheet software 去create secret command 很明显是contradiction 因为应该用DataBase的Software 所以回答MC 我们还要了解题目 它核心最主要 它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就不会被其他的DataBase扰乱了 大家选个对的答案 谢谢大家